我用手机给大家表演一个神奇的魔术 什么魔术我也要看 来来来 今天我让你知道什么叫做魔术 你看我们随便打开手机的计算器 然后呢输入六个数字 比如说六个六 一二三四五六 然后呢 下面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我这一双手就有了魔法 我们隔着屏幕把数字擦掉 真的没有了 刚刚是不是没有看清楚 来来 我不信 这次我要睁大眼睛看清楚 那你可看好了 来吧 哦 哦 怎么少的 哦 我眼睛看不上你的速度 你轻轻一叉它就会 又又又又又少了 嘿 但最神奇的是我还能让它们一样一回来 我不信了 这次我 不可能 你别眨眼哦 money money home 哦 怎么 怎么回事 也我也想学 可以啊 但是呢 你得通过我一广考验 什么考验我 抱负考验 吃豆腐 考验的内容是这样的 桌子上有一块豆腐和一把秤 好 三刀切九块对不对 完会完会 不 今天我们玩的是重量 比如说切三克左右的豆腐 然后你能切对了 这也太难了吧 你有五次机会只要对一次 就算你赢 哦 那这个我可以 第一局切五克 看看 五克的话应该 我看你就是对重量没有什么感觉 五克的话应该这样子吧 就凭我多年吃豆腐的经验 一局我就给你拿下了 现在来称一下五克 看一下是多少 放手 十二克 这么一点哦 就已经十二克了 你已经失去一次机会了 第二局 你切十五克 那这个十二克的话 这个比较大 应该差五多吧 切小一点 哎呦哎呦哎呦 这次有点可能能赢哦 好了吗 我这次信心满满绝对行 十五啊 更差一点 还有三次机会 切七克 七克 那往这里下回 这个十二克的话 你怎么老不放快 放过几块 走 走 哎呦 哎呦 太厉害了吧 瞎包碰上死浩子 三次就成功 这实力尴尬的 废话少说 快点叫我 首先你拿出一部手机 打开你的计算器 随便按六个数字 比如六个六 一二三四五六 加号 零号 然后再按一个乘号 这个四字就完成了 接着一会儿你跟同学表演的时候 你就跟他说 随便输入六个六 一二三四五六 我来试试 是不是一抹就没了 会 真的 是不是很神奇啊 我现在没法师 怎么样 我喜欢的 我现在马上去找我朋友表演 拜拜 拜拜